iWatch也用太阳能 纽约时报报导 第一代苹果iWatch会采用无线充电 将来更会加入太阳能和动能插电 零售表可以常用常有 报导指第一代iWatch会先采用无线充电 类似目前某些智能手机同手即可的技术 而未来型号则会利用太阳能充电 又具备弯曲屏幕 更会采用新一代iOS把 报导指太阳能面板或安装在iWatch的显示平面下面 即使吸收太阳能 为电池插电 去年9月 苹果招聘具有太阳能专业知识人士 正式开发太阳能充电技术的佐证 报导又指iWatch也传会加入动能插电 早在2009年 苹果便为一项靠手脚移动提供动能的技术申请专利 2001年 苹果再为一款被形容为 具有弯曲显示屏 可以佩戴在手腕 配备太阳能面板或动能电源的装置申请专利 去年苹果又为弯曲屏幕技术申请专利 种种迹象显示 都是为iWatch做准备 E News美女主播综合报导 报纸过时了 用E News.com读买 Net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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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klare